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欢欢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一件切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 就是澳洲又跟加拿大一样 就是撤了一个上限 这个上限就令到加拿大就是避风港计划 加拿大就是救生艇的避风港计划 现在避风港计划 现在避风港计划 其实我现在都看到一件事 留学生减这个趋势 没得挡 问题减多少呢 现在各大学校就说 你帮我们倒米啊 减这么多 原来在今年的国际留学生入学人数 创新高之后 他就压下来了 联邦政府就说决定明年入学人数 是减接近2万个 并且限制27万 其中公立学校的名额就占14万5千个 那么留给私立一私立呢 你没有拿到政府很多的 不是一点都没有 拿不到政府很多的 是资金赚了的 那么你的教育部长 奇雅 他就说有关的限制 就为了确保教育界在未来可持续发展 同时个别大学也将从政府得知他们 可以收取多少学生的具体数字 政府在上个财政年度的海外移民 入境人数增加了73% 现在就压制进入澳洲人数 其实我又觉得究竟留学生是否移民呢 不过他们为什么觉得是呢 因为始终他们是住屋 其他一些社会上的东西要用 严格来说未申请要在那里永居城 留学而已 这个决定就是联邦政府一个叫国际规划水平 National Planning Level 的一部分 同时仍然是有待国会通过 这个肯定通过就可以了 不用说了 那么根据上限呢 各大学校明年招收大概是145,000国际学生 另外这个职业教育培训就是收95,000人 那么政府就说这个数字 将会令到整体留学生数字 在降到新贯钱的水平 不过这个决定 就受到教育界广泛的露斥 那就是这样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很多钱去维持 高校的預算不够 那联邦政府就说 这个举动是加强教育界的诚信度 并且确保教育机构能够接受 在各大社会各界的雇主认可 你说 关乘信度什么事 我想问 我想 你听我说的逻辑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不断收国际留学生 那你的教学质素就会下降 你就要数字 那你没有数字 那别人就不相信学校 以为学校很流很野鸡 所以就没有诚信 我想他就是这样想了 那只知道2014年5月的数据 大学和职业教育培训课程的国际留学生 人数 全欧洲 就是 810,0960 比新冠之前 增加了17% 同期新的入学人数也增加了16% 那就是289,230人 同时政府也要面对海外正移民人数 从2023 的财政年度看到 就有52万8千人 这个财政年度就要减到 这个真的够了 一压压到 26万 一半有多 真是大财政 是的 澳洲 从来都是硬手的 从来都是狠手的 不怪不得大学 有声 太狠了吧 实际上是 其实澳洲对这些 一直都狠手 而且他没有什么缓冲期 我认识的这个国家 一直都是这样 无论工党 还是 在自由党上是一样 以及也说过一样 你不要以为工党也是中间偏 你知道工党 以前都是支持白澳政策吗 这个是很奇怪的 你知道我们工党是支持白澳政策的 以前不过后 当然改正了 改正了 我们的 奥巴拉曼家 都挺特别的 很早之前的 总理 他说明是对抗英国 他写了出来 有些BNO看到 准备对抗英国 你殖民地 你的后代 澳洲人对英国人后代 多数是 实际上是 是否可以不对抗英国 因为他是对抗英国的体制 对抗英国的体制 所以你看到 也挺有趣的 说明是对抗英国 对抗英国 美国立国之前 也是对抗英国 也是对抗英国 是的 如果你说立国之前 乔治华盛顿 对抗英国 对抗英国 乔治华盛顿 其实以前是 是个 龟英派 知道吗 其实 他们 很早的时候 华盛顿 他都觉得自己 英国人 但是 为什么好像英国 本土 派来那些 殖民官员 不觉得我们英国人 我们只是海外出生的英国人 殖民地出生的英国人 后来当然有些变化 当然有些变化 澳洲政府今年7月1号开始 就急急将国际留学生签证的费用 这个瘟了 全球第一季 710元 一升升到1600元 升了1000元 旗压 有关决定是为教育计划提供收入的一种方式 但是 这个数据 失去了留学生的数据差很远 虽然 公布的数字上下 有些学校就不认 个别学校将会在 国际留学生档案ISP 之下获得是具体数字 但现在还有一些未知 不过那些学校已经说 你这样搞呢 你是不是想令到澳洲有14万个工作 岗位没了 同时 亦都会削减大学 向一些教贫困学生提供的 一些 食品 以及其他支持的计划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来自留学生的 是学费的 想想我们 本地生和留学生的学费差多远 对吗 但是 政客不理你 政客就是要选票 最容易 是 赖的 无论是什么政党 最容易赖的不是留学生 想念 没错 当然这个奇雅 Jayson Clark 他就说 现在 我们最终的版本 很快就会出来 怎样都好 都是为了大学好 这个好笑 大学就说你不是为我好 我就说你为你好 谢霆峰就说 是为你好 这个都挺搞笑 他就说 很多国际留学生 在澳洲遭到剥削的例子 即是读的 是很差的 说过现实状况 很多人 他都宁愿读一些差的 什么差都不理他去打工 当然打工是不对 即是 没有合法打工就不对 但是这个现实 就是你讲劣质教育产品 其实很多人都是承受 或者是喜欢 或者是想的 当然这个 我没说对 但是你说 什么东西 这些 我想他知道吧 说得漂亮 公王的读书费用 还有些都不是很高昂 有些是九楼楼 拿学生签证 当然现在这种状况很少 就是九楼楼楼 拿学生签证出去打工 其实来自南美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因为以前 语言签证很容易 因为读书费用的 那些很容易过关 不是读书费用的 作出 是虚假承诺 也说 他们可以获得永居 严重的例子也包括 就是对持学生签证的人 进入澳洲之后 可能他们 因为 那些学生签证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做学生 打工还债 还有人 甚至 从事大保健服务 这样说 是的 滥用 就是滥用 是的 从这些活动 取得的金钱 之后可能 亦有犯罪的网络出现 好像花钱 那些 不过 各界不同意 你们这些立法 只是为了政治目的 我也相信是 我也相信是 因为 你这样压下来 或多或少的确是 会 对楼价 现在楼价 租价 我不是说什么 楼价 很奇怪 楼价 上涨 但是租价下跌 不知为什么 真的不知为什么 不过我只是在这里 有很多原因 我觉得 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 不是那么 不容易解释得了 对于 本地的专相教育 其实是有一定影响的 他们不管了 其实是什么政府上台 那条思路是没有变的 那条思路是没有变的 当然有些 学界的 学校也说 这样做炮灰 其实 一个很无奈的 是 原则 就是 做炮灰 就不知大学 其实 之前记得是 龙虾 葡萄酒 难听说的炮灰 只是玩政治玩出火 但是他会理你吗 我不是很相信 在这里有严 应该是 他理你的时候 是 没错 但是他赢得了选票 他赢得了执政 我觉得 他输你 对 输了业界 留学他也是输了业界 还有 还有 移民律师 还有那些中介 都是输了 但是他会留守 应该就不会了 继续走下去 就是这么简单 那留学生何去何重 那 没有何去何重 该申请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 何去何重 因为有几个网友 他小时候 都是来这里读书 很早已经问我 你有什么 你快点申请 尤其是留学生签证 我不是说移民 尤其是留学生签证 结果我也是 对了 很快他就去 CAP 有Quota 不用说那么多 结果真的是 当然真的是 因为你整个 趋势你感受到 我们在这里居住 感受到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